作曲 李宗盛 寻附宇宙正方将去等 等我一个决定 事对事错事注定 痛苦挣扎并未责成 途比虚化继续这样 爱望你同哭干眼睛 飞向天上 从天不见量 惩罚我自身 细数心旅情 没法素情 飞向海上 仓海深也多 迎咎于海风 楼莲在天涯 未负用情 情笑过也伤心 唯好愿天愿明 眉与山冷风吹 相爱何共荣 百雅碎琴盛绝唱 琴断申缘难足上 灵欲碎炮仗上 半知音金断唱 真是人间惨剧 连天都出了好面子 日光日白都暗暗沉沉沉 袁大哥, 照首师的意思 是否就是余公子想拿了一品夫人的封告之后 就立刻自杀殉情 没错, 他是保住必死之心 而且是为情而死 永远慧情而死, 也不允許榮華富貴 真是至情至性 你也没错, 他的确是至情至性 只不過我们作为朋友 没理由眼白白看着他死也不管 更何福生命成可贵 又怎能轻然生死才行 我说她的夫人不死也死了 现在难得有郡主一心一意所嫁给她 就掉心水去娶郡主 百牙衰禽盛绝窗, 禽断身而难俗上 难道只管新人少不见旧人哭 小姐, 凡事看你能不能放开 不用死的 不死就是娶郡主 那就是成了千古罪人 他不是为报答他妻子 拿一本封告的 娶了郡主就什么都拿得到 那就没错 不是… 花哥, 要是你, 你这一头脚一身 那头你相公是令计新欢 要给你什么感受 当然不行, 我上来捏死他 那倒是, 大家都是女人 那余夫人也会这样想的 但是余夫人又未必想上公死 那余夫人, 难道就想她取郡主 你们别这么烦 你们怎知道嫂夫人想什么才行 那倒是, 死的就死了 当然是顧着生勾勾的 余夫人究竟怎么想 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总之是两难 我们既不想弱东兄死 但是弱东兄为了拿一本封告 以为嫂夫人在天之灵 亦的确是没错的 糟了…罪犯的欺君是死罪 所以, 娶郡主就把天都光亮了 不行了 怎会不行 不行, 娶郡主是不对的 娶郡主是对的 不是… 你两个不要这么吵, 行不行 好烦啊 袁大哥 朱雯, 你出来干什么 这里很大风 袁大哥 我想我很明白余公子的心情 厌池草, 姓姑娘 本来就是比翼雙妃 又怎能忍得住突如其旅 认一只影 袁大哥 如果你他日思我而去 我一定像余公子那样 你千万不要 你死了, 嫌我犯了? 不是, 我不想你做傻事 我不想你在王泉路上这么孤单 你没有听人家说过 凡是自杀死的人都要入枉死城 入枉死城就生生世世都投不了胎 好像听过 你知道我和你是原定三生的 若然你投不了胎 那我下一世跟谁比翼相非 你要记住 就算有一天我真的死了 你也不能跟我去死 你要重新振作, 继续生存下去 知道吗 袁大哥, 你叫我不要死 我一定听你说 那倒是, 你也不知道我想什么 就说要跟我去死 就正如好像玉冬兄那样 他不一样不知道嫂夫人想什么 凌欲碎, 抛杖上, 盆之音, 金断祥 他就宁愿抛起榮华富贵 但是嫂夫人,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当日是我李源一手把你们撮合 今天我没理由置身于时外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了 Haut illegal 干杯 抛杀白眼圈脱场 琴断申愿轄上 焚青云10葬响 休回首休断场 出來, 起來, 起床, 吵架 甚麼事? 出來, 出來 失火嗎? 不是失火 甚麼事? 手師在哪裡? 你們看看, 莫交伯雅成絕槍, 琴… 甚麼事? 聽我說, 剛才…剛才不是這樣的 剛才是莫交伯雅成絕槍 琴短新言載俗上, 暴青雲十張相 優回首優斷祥的 是呀 哪有變的? 琴短新言載俗上? 意思是剛相反 你真是叫余公子不要死嗎? 是…是這個意思 是呀, 一定是余夫人顯靈 是呀… 幹甚麼?你們不相信我嗎? 你們以為我撒謊嗎? 不敢說你說撒謊 不過天有所思, 夜有所夢 我沒睡過覺, 怎麼會做夢呢 欺負了也算了 少爺, 是不是你眼花呀? 我不是眼花了, 我明明是看見手師變了 我又變了, 大哥 我知道你為了這件事有心煩 不如這樣吧, 你早點進去休息吧 連你也不相信我? 連你也以為我說謊 這隻沒變, 我也不覺得他變了 我真是被你們氣死 沒理由我眼花, 明明是變了 真是 百牙衰琴, 成絕槍, 琴端 右邊… 師爺… 師爺…你沒事吧? 我有事不要緊 若冬兄不可以有事 你看看右邊 沒有, 沒有變 不是吧?明明是變了 在你們面前就變了 在我面前就變了, 真是耍我 少爺, 我想可能余夫人真的顯靈 又或許她是不是有甚麼心願未了 誠心致癡, 雖千里無難命駕 靈犀一點, 足以攝招魂夢 兩相不對 所以, 即是只要你夠誠心 就可以和死者靈犀通 少爺, 你人這麼好, 一定夠誠心 對了, 他有沒有教我怎麼做 好 凡陰陰之術, 與天地俱深 虛極天人合, 正極能通神 世有魂神, 事現夢想 前塵舊債, 了了分明 蘇夫人, 如果你有甚麼心願未了 你就出來, 看我能否幫到你 和幫到玉東兄 蘇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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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經文裡面說要有誠心就行 會不會因為我在呢 蘇夫人她…認為我們不夠誠心 又或者多個人在, 她不肯和你溝通 不會的嗎? 不會的, 我先回廈棧 我不要再妨礙了, 好嗎? 好, 那你先回去吧 蘇夫人 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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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少爺, 甚麼事?你害怕嗎? 我害怕?我害怕甚麼?我為甚麼害怕? 不, 我想想想, 你現在回去 那一會兒, 蘇夫人的墳墓, 那些東西 撈掉了, 那誰去撿呢? 那…這樣吧, 你找個地方躲起來 總之我見不到你就可以了 一樣的 好… 是呀, 就這樣了… 原天經說的話, 沒錯, 如果不聽她說 那真是沒誠意, 沒誠意 那真是不靈, 不靈… 不是了, 明天回來撿也行 很難撿也行 牛公, 你來了嗎? 你來了, 你正正常常走出來就行了 不用搞太多事了, 嫂子 駕鑑 駕鑑 咬鑽 那個咬鑽的, 一定有意外 嫂夫人, 我走開一會兒, 很快回來 我看看她甚麼事, 先這樣 少爺, 這麼快? 怎麼樣?余夫人有沒有來? 那本書不靈 我…我等了一整晚, 鬼影都沒有 小姐 不是呀, 少爺, 袁天驚蟲也不會騙我們 是不是你不夠誠心呢? 我不夠誠心?我不知多誠心 編經文我足足唸了七七四九次 等我整個時辰, 她不理我沒法 整個時辰?我那時候才回來 你又到了, 哪有整個時辰? 有這麼快嗎? 少爺, 是不是你害怕? 害怕, 我害怕你的頭 別說了, 我現在很晚睡, 我想進去睡覺 不過這樣, 今晚的事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你知道, 這些這麼迷信的事 如果被人知道了, 人家會笑我們 晚安 晚安 怎麼算好呢? 不過這麼晚了, 跟誰說 你怎麼解救呢?你這麼小膽子 摸回來的時候, 差點比程駕金還快 不關我的事 我已經要三請四請, 請嫂夫人出來 她不出來, 要惡干人 其實話說回來, 人家死了, 哪能溝通呢? 真是浪費 但不是的, 我偶爾明明是變了 還不出來, 能所謂的? 我真是看不出來 八衙蜥琴, 成絕腸 琴斷伸延難逐上 沒理由眼花 暴青雲, 十象上 幽回首, 幽斷腸 延大哥 我… 袁大哥, 你不用害怕 我沒有害怕 凝雪腹膊, 連累上宮不僅 還連累袁大哥死荒奔走 原來嫂夫人真是有心願未了 不過話說回來, 嫂夫人怎麼要戲弄我 那首詩只是我才看到 其他人甚麼都看不到 令人以為我有病 凝雪和上宮能夠結合良緣 全靠袁大哥當日一念之間 也因為袁大哥曾經說過 說你是我們的大門人 如果我們有甚麼困難 你一定會幫我們的 我明白了, 就是因為這樣 所謂有梅有文 那我才可以跟你靈性一點通 袁大哥, 我真的要求你 你一定要幫我上宮 幫得到的, 我一定幫 不過若東兄他執意甚缺 我只聽你一個人說的, 那我怎麼幫 袁大哥,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幫我上宮 你一定要幫我們的 好…嫂夫人, 你放心 無論如何, 我一定幫你的 倫東兄, 我見到嫂夫人了 我意思是說我昨晚夢見嫂夫人 我每天夜夜都盼望迎雪入夢 但為何偏偏反而是你夢見她呢 你別問為甚麼 總而言之嫂夫人不想你有事 你要好好生存下去 若冬心意已決 袁兄, 你無謂再枉廢心機 你以為我作故事騙你? 袁兄一番心意, 若冬實在心裡 你認識我李玄這麼久 你應該清楚我為人 我會不會真的作故事騙你這麼低手呢 我記得袁兄曾經說過 人生最散無常有定 真是說得一點也沒有錯 世事難料 我們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事 袁兄說謊來勸我, 無非是為我好 但無謂再浪費時間在我身上 好好回去陪陪小姐 好好珍惜眼前每一串光陰 你真是珍惜眼前的人 你…你… 為甚麼你這麼死牛一變頸? 你真是…你聽我說 袁兄, 多謝關心 若冬知道應該怎麼做 你知道怎麼做, 你告訴我你怎麼做 余大人 王爺有請 有甚麼事? 太后和郡主離開益州 太后要召見他 體稟王爺, 余若冬, 理員大盜 余若冬, 參見太后 參見太后 免禮 袁大哥 你怎麼會在這裡? 是母后想見裴小姐 我專程請裴小姐過苦的 是, 王爺 太后嫁到 陳怡向母后請安 參見太后 免禮 謝太后 老后, 那位就是佩尚書令的千金 你就是翠雲 是, 太后 過來, 過來讓哀家看珍一下你 坐下吧 謝太后 哀家當年見你, 還是一個黃毛小丫頭 但是今天再見你, 已經是婷婷欲立了 王爺說我知道, 說你來了益州 愛家就急不及待地想見你 太后不惜循徒不舍, 令到益州 難道正想見裴雲一面? 愛家這把年紀千里迢迢來到這裡 就是因為有人不負責任 余若冬, 你當日一走了之 你可知道郡主看藥 因為你憶鬱成責 群衣束手無殘 你該當何罪? 是, 避實罪該萬成 啟稟太后 余若冬當日都是因為思念家中的妻子 所以才要一走了之 他並非全心棄弄棍主 再說, 余若冬愛妻情節 此人是重情重義的, 請太后息怒 誰在這裡開口說話 母后, 他是天平原的原寧李源 李源, 太后沒有問你 不要多生事端 是的, 王爺 余若冬, 老老實實回答母后的說話 余若冬, 我問你 你這次是否真心真意刑罪郡主 母后, 他是真心改過, 痛改前非的 他還沒回答我的說話 避神千情萬元 那你可否願意跟郡主親口說一聲 解開郡主的心結呢 避神願意 解開郡主, 余若冬大道 參見郡主 平身 謝郡主 你可以有話, 要跟我說 花無併體, 樹有連枝 但願今生和彼翼 指善鴛鴦不洩洩 分其張志, 望郡主保重身體 你何以突然改變心意 若冬當日家中尚有嫌妻 實在無法領手品主一番心意 可是今天, 我良知已經去世 你絕非貪身忘救, 寡情薄欠的人 你為夫人屍骨都未寒 你就突然改變心意 你老實告訴我, 你是不是被迫的 絕無此事, 請郡主放心 得郡主錯愛, 若冬粉身南部 你真是真心? 絕對真心 若冬真心?你可不可以看我一眼? 修眉鳳墨, 面若桃花, 真是很有貴氣 太后誇獎了 看來母后真是精通上術 不如幫神兒看看相, 看看神兒有沒有福氣 你已經貴為皇爺, 受萬民清重 還不夠福氣? 這些就叫做人心無厭俗 你一味大脾氣 哀家體拍, 滿朝文武 都沒有誰願意把女兒嫁給你 好吧, 弄得現在還未成家立室 母后, 圓由天定嘛, 或者遠在天邊呢 遠在天邊?難道你想娶月女的常侯嗎? 這麼大人都是胡言亂語, 你不用理她 對了, 陪大人最近身體好嘛 托太后的鴻福, 爹還不是被我這個女兒激死 天下父母心, 哀家即使貴為太后 但是為了永齡的終身大事 哀家何嘗, 每天費盡心神 偏偏我這個孫女, 命又苦 自憂父母傷亡, 身體又虛弱 小時候就得到一個哮喘病 既然是終身大事, 或者還是審慎一點好 那就是了, 所以我就緊張了 不過幸好, 終於跟她找到一個如意囊君 啟稟太后, 郡主有請 匯報郡主, 哀家稍後就到 是, 太后 哀家出去一會兒 你跟我好好地陪翠雲聊天吧 臣仪遵命, 恭送母后 卓雲恭送太后 不知道郡主有甚麼事呢 她身體又這麼虛弱 沒事的, 女兒家分歧在職 心情難免興奮 還是找母后談心事的 王爺又知道 知道, 嫁得如意囊君 又怎會不開心呢, 是不是 王爺未必明白女兒家的心事 那當然了, 男人怎會明白女兒家的心事 那倒不是, 就像袁大哥那樣 他就會明白 想本王半生容馬 男人大丈夫, 當以江山社職為重 區區小事, 本王從來都不管 對了, 你貴為千金小姐 為甚麼又不留在京城, 會離去益州 還經常跟那個李源在一起呢 你陪兩家本是世交 翠雲至少跟袁大哥相識 還是… 我知道… 那個李源是甚麼世家子弟 不過…空無大致 李大人對百姓關懷秘致 亦不失為一個父母官 父母官?你原為百姓做過甚麼 只要天下太平 老百姓的生活就自然好了 王爺固然是英雄蓋世 袁大哥雖然不像王爺那樣 掌握十萬兵馬的威武 但袁大哥他對百姓關懷秘致 巨犀無遺 李源這個區區的縣官又何足道哉呢 假如有一天我叫李源 披甲上陣, 保家為國 我可以向你保證 他還沒上陣就已經下毒首縣腳軟了 想當年本王徐父王出徵突厥 一夜之間殺敵軍十萬 滿朝文武百官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對了, 說到突厥之戰 本王就拿回一顆本來屬於我們中土的 袁柏明珠 袁柏明珠? 引來 這一顆就是集千年天地靈氣所在的 袁柏明珠 亦是本王當年出徵突厥的戰利品之一 相傳當年秦始皇齊襲天下間的方士 為他煉製長生不老起死回生的丹藥 終於就煉製了這顆袁柏明珠 後來秦朝滅亡, 明珠也輾轉失傳 最終竟落在番邦的手中 所以本王當年將一顆明珠營歸中土 也算是千秋的大業 相傳一顆炎柏明珠 除了能夠延年益受 還能夠起死回生 所以本王打算將它送給母后 希望母后福壽康寧 我記得有一個人說過 明珠的珍貴 除了它飽經歷練, 自有金銘的光芒 何況這顆明珠是經歷了千年 看來你對明珠也挺有研究 榮明, 你有事找邀家 太后 怎麼你的臉色那麼差 快點不換白玉蜂物理 是, 太后 太后, 太后永明想取消婚事 取消婚事, 為甚麼 她也不是真心想取惡 不是真心? 她剛才說花無並締, 樹有連枝 這九病未遇, 應該好好休息 休養好身體就迎接大婚之旗 不要太多心了 如果她覺得取惡是一件開心的事 她就不會一開手就說一些不吉利的說話 乖孫女 如果皇上也是像你這樣鑽牛角漸 就不知道要興起多少冤獄了 但是她早已成家立室 她的妻子已經去世了, 又有甚麼關係呢 她剛才跟我見面 她看我的眼神就有如行屍走肉 我知道她還思念她家中的亡妻 李皇叔也說了, 是她親自來見李皇叔 表明心積, 誠心悔過 那你就相信李皇叔吧 太后, 我只怕… 我只怕是皇叔去強人所難 沒錯, 李皇叔的脾氣是大一點 但是婚姻大事不可以勉強 余若冬當日膽敢一走了之 不見得他今天會怕你皇叔, 是不是 而且你品性這麼好 再笨的男子也知道 能夠娶到你當妻子 是他們天大的福氣 余若冬又怎會不甘心情願呢 但是… 不要但是了, 別胡思亂想了 喝一口風蜜 來得下一口氣 糟了…這次還要在太后面前 再說一次謊, 一定會死 那反正就打算死了 郡主身體一向也不好 如果這次余公子有錯反恐悔分 對她的傷害受得太深了 郡主是無辜的 他只不過是對余公子有情 難道這樣也有錯嗎 因為解救天下間了 有這麼多痴情兒女 你怎麼會死的 少爺, 我想你一定有辦法 我哪有辦法 她一口就咬死我說我說謊 給我也不信了 夢會巡應說, 真是真是假 不如這樣吧, 少爺 我們看看《元天經》吧 這個可能嚇得通 婦人姐, 三魂七魄所聚 天地靈氣所蹤 雲離魄散, 頓失所依 受之盡也 心有元念, 不得安寧 欲得千年元魄明珠一火 陳元在俗可頑養 頑養?死祖都得翻山? 本書是這麼說的 少爺, 還有甚麼要說 有甚麼要說嗎? 本書裡說, 如果人在死前 有陷事未了 憑著胸中有一點執念 那屍身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內 也不會腐化 只要能夠找到 積聚了千年日月精華的元魄明珠 來做若印 那就可以使死者頑養三個時辰 一清前塵舊債 好, 那就有救了 怎麼救? 有幾個時辰就捉救余夫人 勸嚴余公子 對, 那個明珠在哪裡找的? 不知道 就是了 太后有 太后有關我們甚麼事? 可以叫小姐去就太后借 怎麼借? 太后無緣無故不會借明珠給我們 是他不借, 那我們偷吧 你又偷?怎麼偷? 對了, 在哪裡? 你帶我去, 今晚帶我去 你別這麼衝動 不用了, 單憑書裡的幾個字 你就以身犯險 還有, 行功裡手是非常心嚴的 你沒到太后門口就被人殺了你的頭 少爺, 現在沒辦法, 拚一拚 對了, 袁大哥 不用, 袁大哥 少爺… 不用, 少爺 嫂夫人, 我真的沒辦法勸念玉冬兄 不如你去見見他, 好嗎? 袁大哥, 那我求你幫我還羊 讓我可以會一會上宮吧 嫂夫人, 你別這樣了 幫得到我一定幫 只不過偷偷明珠不是那麼容易的 袁大哥, 我求你幫我了, 袁大哥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別哭了 袁大哥, 你一定要幫我們 中原… 少爺, 這件事就交給我了 這個是唯一的辦法 你這麼興奮, 幹甚麼?我們去偷東西 我們還是去偷太后的東西 被人捉到殺頭的 少爺, 雖然我讀書讀得少一點 但也知道甚麼是大丈夫, 捨身取義 最多沒有人頭落地 我現在不是叫你去人頭落地 我是要你想想怎樣才不會被人捉到 萬一你真的被人捉到 我找到一顆明珠 我也不知道是救你還是嫂夫人好 救嫂夫人…你不記得了嗎? 我會殺幾個東西 裡面的個個都會殺幾個東西 那我可以用輕功… 你曉得, 別人不曉得 少爺, 我求求你了, 你讓我去 別, 跟你一起去吧 不行, 少爺, 你是一屆敏人 又不會武功 到時候出事的左手左腳 也不知道夠不夠你好 我只是不懂武功, 但我會用腦子 我會在你被人捉到的時候 或者笨手笨腳的時候 我就一手把你拿回來了 還有, 李少爺我畢竟懂得迷心法 如果有起甚麼事上來 我一試才迷心法 好, 你的功夫多多聲 少爺, 你說得又有道理 你呢? 你是甚麼人? 有錢 什麼事? 什麼事? 幹什麼? 什麼事? 沒事 傻瓜,不要亂喊又有此刻 沒有 跟去那邊巡邏 是 好,趙爺,好像你不是心髮靈驚 別說了,以翠雲所說 這間房應該是太后的寵室 我們快去找明珠 好 慢著,你覺得這間房很黑嗎 這間是天黑 我這次當然是天黑 但是翠雲那顆明珠要發光 還找到太后房隨手拿起來走的那種 為什麼現在不見了 他們可能藏起來了 我們到處睡 你們把人藏起來了 怎麼樣?有人藏了 沒有 也沒有 爹 爹 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沒事, 怕有老鼠吧? 沒事… 老鼠? 是呀, 沒事 是甚麼? 你倆在那裡幹甚麼? 一連, 縮刺下 如果我沒猜錯 不過, 我應該不是第一次跟你交手 你就是情咬甘 買他回去 是… 怎麼這麼久?擔心死人了 小姐, 他們不是去街市買菜 他們是去廠龍潭虎穴 我知道, 所以不就擔心 他回來了 我呀, 袁大哥呀 李公子, 怎麼搞成這樣呀? 先關門… 大塊塊呢? 柳金為了救我 一個人擋住容忠和示威 我根本抓了? 是呀 這樣吧, 我去求太后放回老公 小姐, 你用甚麼名模去求太后放人 難道是我們支持他嗎? 是呀, 那怎麼辦呢? 是呀 他怎麼在這裡呢? 大公, 開門 那邊… 來了… 誰啊? 行中王有名, 請李大人到別院一趟 你很嘴硬, 打到你半死一句都不肯說 究竟跟你在一起的那個是甚麼人 你一個下人, 一個狗爐蟲 你會敢自己來別院偷東西 究竟你在包庇誰, 說 好, 你不說, 我就請你個李大人過虎 鑑山在他面前打死你 我想到時候李大人肯跟本王合作也不一定 啟稟王爺, 李大人帶到 參見大人 王爺, 你怎麼這麼重型 少爺 李大人 李大人 這次請你過虎真不好意思 不過你這個下人 敢跟別人來別院偷東西 我打的他也不肯說 不知道他是不是啞的 還是要你親自來到他才敢說 李大人, 麻煩你 給我問他究竟是誰指使他, 好嗎 沒有人指使我的 好, 沒有人指使你 就是你自己做的 我就殺了你, 別人不要 他在野探別院, 或是另有別情 另有別情, 是不是 那就麻煩李大人你幫我問他 到底是甚麼別情, 好嗎 好… 歐金, 少爺 總之我一個人人頭落地 總得我兩個人人頭落地 有甚麼事 全都歐金白了就行了 不行 我替你情動手足 總大哥怎麼能讓你有事才行 大人, 你真是整件事 大人 袁大哥, 你醒了嗎? 你沒事吧? 抗金 你先休息一下, 沒事吧 我問你, 抗金在哪兒 王爺, 現在把抗金雜時收監 我想他就遲也不會有事 他怎麼會沒事才行 就算不殺他 再嚴嚴逼供奴去, 抗金遲早也支持不住 我要跟王爺說清楚 所有事都是我指使抗金 不跟抗金死了 別去, 你去死就死了 我去就我死, 我不去就抗金死了 今天就算留得住我李玉的一條性命 害了我兄弟的一條命 那我以後能吃得安分得下嗎? 楊宗叫你去, 早就認定你是主謀 他不會放過你 你去只會發白犧牲 你再想想, 如果你死了 誰去幫天明媛的村民 誰去幫余若冬, 誰去救抗金 為什麼我李玉一輩子自命聰明 今天比楊會束手無策? 別這樣了, 袁大哥 我們再想想辦法 不如我立刻寫信叫爹去皇上求情 糟了… 聽外面的店小儀說 說王爺會將咬金就地蒸發 我有救他 不要 你放手 王爺千萬見你一眼火爆 你就這樣去吧 我家大夠快會死快點 去就死, 不去就咬金死 我無論如何都要去 好, 要去就一起去, 要死就一起死 我叫你放手 不行 要是你留下來, 要是一起去 放手 怎麼這麼熬? 怎麼可以 那頭前面被人撞完 那頭後面又被我撞了兩棍 我也不想的 小姐, 我沒做錯吧 你做得最好就是這次 小姐, 我們立刻去咬金吧 程咬金, 你深夜善闖別遠, 逃貌不軌 有幾道包庇同黨 簡直是皇發而無物 本王現在依罰, 本你死罪 枉你還日中兄弟程義 你現在死到臨頭了 你的兄弟呢 又不見他為你送來飽飯一碗 你的兄弟呢 你有情, 人家無意 程咬金, 我再問你一次 招還是不招 人有言語中間, 英雄九雄 你口口聲聲說仲兄弟程義 你兄弟又說跟你情同手足 你現在大難臨頭了 你的好兄弟呢?他做了縮頭烏龜 你還為這些奸險小人兩協插刀 簡直是天下間的大笨蛋 真是不死也沒用 你還沒用 你還沒用 最後一次機會 招還是不招 將軍終衰, 陣終亡 程咬金 你區區草民一個 能夠死在本王的利戰之下 總算無悔今生 程咬金, 認命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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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怎麼樣? 小姐 小姐 程義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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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這麼傻 才 pani 楊 你讓我進去吧 王爺有名, 任何人不得內盡 如醫, 怎麼樣? 稟無爺, 危在旦跡 廢話, 我告訴你 如果你救不上他, 我砍你的頭下來 是, 王爺 小姐, 你不要有事 王爺, 你有少孝金一輩子都不安心 開門… 我是天平願願令我的命令你們開門 你愛我的天, 你要什麼事 我愛你的天… 你愛你的女性 西村… 我愛你的最高雅 你愛我的天… 我愛你的天… 你愛你的天… 你愛我的天… 我愛我的天… 我愛我的天… 在我們的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